阿瑞的大象實在太多了 但家裡好大的空間 但是阿瑞深愛每隻大象 當媽媽告訴阿瑞大象得離開時 阿瑞想到一個非常聰明的好辦法 今天要講的是 家裡的大象太多了 你看 這是我的新朋友 哆啦雷夢 哆啦雷夢 你看很漂亮對不對 哆啦雷夢 哆啦雷 哆啦雷 A夢 哆啦雷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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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到我了 一堆大象 我可以數嗎 嗯 數嗎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二 好 十二 家裡的 家裡的大象 大 大象 家裡的大象 實在太多了 嗯 阿瑞家的大象實在太多了 客廳裡有大象 乳房裡也有大象 走廊上有大象 浴室裡有大象 連阿瑞的房間裡都有大象 哇 他家很多大象 有時甚至有一整群大象 有幾大象還沒好 有一天阿瑞的媽媽說 家裡的大象實在太多了 他們得離開 不 阿瑞大喊 我不要趕走 不要趕走我的大象 阿瑞很愛他的大象 每一隻都愛 客廳的大象會用 豬木 幫他蓋高塔 廚房的大象很會烤圖絲 他可以跟走廊大象玩躲貓貓 浴室的大象每天都會提醒卡 刷牙 他房間的大象會在夜裡 為他唱晚安曲 哇 這樣不行 媽媽說 這些大象把家裡的路都擋住了 阿瑞該怎麼辦 腳癢癢的 他可以把大象送到動物園去 可是動物園裡的大象已經夠多了 他可以把大象送回非洲 可是那麼多大象怎麼擠進一架飛機裡呢 還是晚上的時候不要鎖後門 讓這些大象自己逃走 阿瑞覺得最好還是不要怎麼做 為什麼 最後他終於想出了辦法 他找來一個好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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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箱子 他在箱子上面剪開了一個洞 當煙囪 在箱子側面開了一個洞 當窗戶 在箱子裡面剪了一個洞 當門 大象你們看 阿瑞說 大象一起住網咖的方向看 他們想知道是什麼 是一間屋子 阿瑞說 專屬你們的 當然囉 是大象屋 大象專屬的 大象一隻接著一隻排成長長的隊伍 所有的大象都進到大象屋裡 等最後一隻大象進到屋裡 阿瑞就關上門 這間屋子裡的大象 可不會太多 阿瑞說 從此以後 只要阿瑞想和大象玩 就會到大象屋門口大喊 大象快出來 大象就會跑出來 現在和阿瑞一起大玩特玩 喔 所以他把玩具收好了嗎 對不對 小玩具 他的大象朋友 那個不是那是借書的 這就是家裡的大象 太多了 他把花弄掉耶 然後他這個 嗯 他把花摘起來 我的檢文了 小朋友 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請訂閱喔 分享喔 再見 我現在五會 掰掰 掰掰